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 現在開始了嗎 肥仔 是嗎 是的 OK 大家好 我們今天生同感受 今天會做一個精華篇 一個短版的 我們今天有幾件重要的事情要先說 第一件事就是相信有很多人就已經陸續收到自己等了很久的產品 還沒收到的都會陸續收到 還有收到一些很好笑的反應就是 哇 半夜三更送貨給我 很驚喜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為了盡快處理 盡快可以clear所有的order 我其實另外再請了這些車隊是負責送的 他們會集中在晚上的時間送住宅 對了 怎麼了 你給媽媽做節目才行 待會再玩好不好 乖 對了 回應幾件事 第一就是紅茶菌 紅茶菌那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頭痛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頭痛 我有請教這方面的專家 就是說其實我怎樣可以令到 你們收到的時候情況會更理想 但是其實是得不到一個結論 因為我解釋給你們聽 其實就是如果現在市面上你買到的 例如你在City Super或者你在哪裡 或者你去歐美 你買到那些紅茶菌 不會存在我現在存在的問題 因為它已經停止了發酵 就是說它出給你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進行了一個巴士的消毒法 就是好像牛奶那種消毒法 它就是把裡面的菌已經 所以它不會再繼續發酵 但是其實這樣你喝下去 到底又有多少的好處 多少的營養價值呢 其實是沒有的 活生生的菌 是不是 而不是外面那些跟你說有 但是其實沒有的 我舉一些例子 例如那些一粒粒的乳酸菌 你買的那些益生菌 store bought那些 就是capsule那些 其實你打開加進鮮奶那裡 你看一下它會不會發酵 你看它會不會變化酵 你就知道其實它是不是真的活生生 那我那些 我經常收到 好笑的 那些人說上面有一塊東西 這樣喝不可以的 其實你們看到那塊東西 你們應該開心 因為這一個東西代表的就是 我是真的同手無欺 我給你們的是活生生 還是發酵過程當中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說的 就是你們收到之後 第一時間先放下它 不要馬上開 因為運送過程裡面 我怕它會突然間開香檳那樣 那你放下它可能半個小時已經可以了 然後你就輕輕開 開了之後放雪櫃 一個星期要喝光它 不要想著我可以放很久 或者說我關上蓋子 因為我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由於我沒有殺菌給你們 它是活生生的菌體來的 它的發酵過程並沒有終止到 如果你一直被它發酵 我怕是會爆 但是你問我 會不會像其他人這樣做呢 就是除非我必須要 殺死所有菌才給你 否則我不願意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其實是騙人的 你喝你為了什麼 你就是為了那些活菌 是不是 那我做什麼要殺死所有菌給你 所以這件事你難免 我找個專家 我問過都解決不了的 就是說你收到 你打開的時候會 噴氣 或者可能會寫一部分出來 但是你收到之後 你放下它 靜止30分鐘 然後你打開了它 就保持它開的 就放在冰箱裡 不要關上蓋子 因為它發酵一定會有氣體 因為你是阻止不了的 所以I'm sorry 如果這裡有讀chemistry的人 或者是做開發酵 你教我 有更好的答案 因為我現在用的瓶 其實類似這個瓶 這個就是橄欖油 你看到它綠綠色 就是初榨橄欖油 就是這一種瓶 當然這個油不會有氣 沒有問題 我已經包了保鮮膜 再蓋上蓋子 再包封箱膠紙 然後再包泡泡紙 希望在這個運送過程裡 不要漏 但是 真是 我控制不到運送過程是怎樣的 我只能夠控制到我的品質 like I said 如果我要乾手正腳的 我要不煩的 就是不用擔心它會爆啊 它會捨 最好我當然是先終止化酵 但是都是那句 到時你買到的就是一個酸酸甜甜的糖水 如果是這樣 你就買任何街外的那些 我做的不想是這樣 當然 如果有一天我有個門市 你們就下來一杯杯的喝 你明白嗎 可能我更加應該做的是開一個cafe 然後我即場針給你喝 你記住 它密封的環境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密封它一路發酵它會產生氣體 肥仔看到後面那兩頁的水黑飛耳都是 都是會產生氣體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試過這麼多隻瓶都不行呢 是因為我的堅持 因為我堅持不想殺死菌 而給你們 但是這樣東西 是跟它闊口窄口是沒有關係的 是跟它繼續發酵有關係 所以如果有人是可以有答案給我的 Well I'll be more than happy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listen 我之前試過 譬如好像用這些瓶 這個就是羊金谷 OK 你看到是一粒粒的花花 我們出的時候就會 包張牛鼻子 紮條繩 但是我試過用這些瓶 去裝紅茶菌 口夠闊 它一樣會脹氣 這個扭得更嚴重 因為它沒有這個膠質位 OK 所以老實說 我已經用盡了所有方法 當我真的逼到絕路的時候 我可能真的被迫著 我一天就不再做這件事 我一天就殺了菌 你們就這樣喝吧 但是沒有了效果 這個不是我想做的事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堅持著 如果我freeze了它 剛剛Carmen Chan問我 如果我freeze了它會怎樣 會死 會死一大部份 所以 你想想我這麼辛苦 去養它 我幹嘛要懶惰它 我都想你真的有效果 我有一些 好像我今天做consultation的 那個patient 他是第二次見我的 他都說 其實真的有分別的 他說 然後他試胸肚飲 他都試用灌腸的方式灌上去 是很significant的分別 有聽眾跟我說 他收到的product 他真的感覺到我的誠意 他真的感覺到 那個difference 他說他的大小腸感動了 Hey this is what I want 你明白不明白 老實說 我開過餐廳 我做過生意 你覺得我買那支 你供我讀書的 那支紅茶菌 百多元一個禮拜 喝一個禮拜 Is it going to make me rich? No 我不會發財的 因為那支東西 如果你問我 很多人說 袁利明的模式 他做skin care 做到可以上創業版 那其實我可以走這個路線 我都可以開個門市買護膚品 是不是 甚至我不用代理 那些護膚品現在有人用著 你們自己知道這個品質是怎樣的 你知道我任何一項product 它的quality 絕對不會差過 你在買一千多二千三千多元 甚至有些人跟我說 他整套買回去 比他平時用的一支serum 便宜 但是我收到的feedback 是跟我說 他老公用step 2 加上night cream 塗頸 頸的紋平伏了 收緊了 他覺得很開心 有人又跟我說 他那個night cream 還沒用完 他已經馬上去買 因為他說 他的朋友看到他皮膚的變化 變得很有光澤 然後很潤 你要我老實跟你說 其實洗臉就是人人都要洗的 那個洗臉就是一家大小都可以用的 這樣 很 gentle 很 mild 但having said that 任何護膚品 再 gentle 再 mild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會這樣 所以麻煩你們 買回去之後 拿手臂內側 這裡試了 我當你買了三個item 你分開三個位去試 試了 然後一晚 翌日睡醒 真的沒什麼 這樣 你洗澡茶上面 還有老實說 如果你是敏感的話 你退回給我 我給你錢 絕對沒問題 這個是我做人的宗旨 我做了這三十多年人 我被一些很邪惡的領袖 那時候我沒有一把聲 I didn't have a voice 我沒有辦法透過自己的平台 讓你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但今時今日 我有自己的平台 你如果試過我的產品 你會知道 我絕對不是漁木運煮 我絕對不是拿一些次貨差的東西 去填充 一定是用得最好 例如我舉例 你外面買楊金菊 你幾好會見到圓粒的花 圓粒的花一定是貴過粉末狀的 譬如蒲公英也是 蒲公英 你看到圓粒 我和你上次講的那個紫錘花 是圓粒的 你們不要拼搏 總之買了紅茶菌的回去 放下它 不要動它 半個小時 開了蓋子 不要向著自己 我怕噴到這一面也是 向著一個安全的地方 不要向著你媽媽爸爸 你老公老婆 總之向著牆 開了它 跟著整個東西 放進雪櫃 記住蓋子要開著 不要關掉 放進雪櫃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喝光 OK 這個是我很認真 今天再重複說很多次 我正在搞標籤 那標籤上面 就會有詳盡的資料 OK 其實 說真的 現在正在搞很多事情 當然不能在節目前 先透露 但是 是在搞很多事情 包括我知道你們都很頭痛 很不喜歡熬的骨湯 我都在想辦法 怎樣可以幫你們熬 因為我見身的討論 都說 在抽筋 很多人都說在抽筋 但是我緊接著一問 我說 喂 你有沒有喝骨湯 沒有 為什麼 因為熬太長時間 大家都不熬 所以 You know what Let me do it 我做完它 但是要給我一點時間 去做一件事 OK 我之前所說 譬如說 由於運輸過程裡面的甩漏 譬如你收到核彈 明明是18隻 但是爛了2隻 4隻 6隻 你真的敏感 你寄回給我 我退回了錢 Full refund給你 This is how I am as a person 君子外財取之有道 我的產品 是我正在使用 我正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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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茶粉 我很想喝 我那支紅茶粉去哪 我吃了 肥仔那支紅茶粉去哪 肥仔那支紅茶粉去哪 嗯 不見了 Anyway 那 是的 我的紅茶粉 我自己不是去到病到七彩 我是都不敢拿來喝 因為我怕不夠出給人 那你們要知道 如果你們 就是 Online 按了紅茶粉 贊助讀書 我送紅茶粉給你 那些 你不要想著今天按 就明天會收到 因為 它需要時間發酵的 OK 然後 你也不要想著 越酸越好 如果是這樣 我很容易騙你 我加醋就行了 你明白嗎 OK 那醋加少少的糖 的茶 就騙到你了 你要的是活生生的菌 我給你們的是活生生的菌 OK 所以你怎麼收到的時候 會看到它上面 好像浮了一層白色透明的東西在上面 因為我沒有騙你們 我沒有殺菌才給你們 所以我現在才面對這麼多的頭痛 又說 哎呀 它噴了 哎呀 它寫出來 哎呀 它漏了 唉 我真的 搞到頭都痛了 等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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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事的 CMW 不是加拿大容器去裝的問題 是發酵的 You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Like I said I've tried OK 那個開口大的 就像這個這樣 大嘴的 我試過 OK 這些 我試過 這個已經是最好的了 已經是包了保鮮紙 再蓋蓋 再 封箱膠紙 再Bubble紙 已經是當它 木乃伊那樣包的了 但問題是因為它發酵 它依然在發酵過程裡面 OK So please understand It is not about 這個容器 這麼簡單 我真的試過很多 石紙 石紙包裝 我試過 那些反轉都不漏的袋子 我試過 什麼都試過 但問題不是在瓶裡 是因為它發酵 但如果它不發酵 你沒有這個效果 那我是不是真的要 整個地鋪 門市 你們過來喝呢 可能這個真是 唯一的解決方法 I don't know Like I said 現在你們 等著下單的人 你如果裡面是有紅茶菌的 那你就要知道 不要想著我今天拍 我明天收到 接著傳網絡給我 問我 那些東西去了哪裡 除非你真的想要糖水 or else give it some time OK 它是發酵 它需要時間 你要的是quality products OK 我不是隨便做些蝦子麵回來賣 跟著 周圍找些東西回來賣給你 說真的 我真的賣別人的牌子的東西 是只有很少 只有兩個牌子 一個就是這個 SA Wilson 是咖啡冠場界的Bankley來的 因為它是 它的中女酸很高 這隻很出名 很出名 它說它是 比起普通的咖啡 是多48%的咖啡因 還有87%更高的中女酸 這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product 所以我又carry 我不是代理 我也是買回來買給你們 跟著另外就是 上次和你們提過的那個 new life 因為它是慈善的 我和你們說過 100%是去捐回去那個島 去解決他們的貧窮問題 是吧 We give it all back 它是100% 它的 profit 去那個島 幫助他們解決貧窮問題 跟著 只有這兩個牌子 這兩個牌子 真的很好 所以我才carry 其餘那些 全部是我自己的formula skin care也是 現在的skin care 剛剛有個女生 有個女生 剛剛問我 Seeing TV 她說我建議她用什麼product 她21歲 這個我回答一下 因為skin care 你看到七個step 為什麼要七個step 要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皮膚是很多層 當然你可以洗完臉之後 塗一個很肥的 好像豬油膏 那樣 你是會不乾的 OK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深層的保濕 它更加不會是有修護效果 皮膚就是這麼壞 它是很多很多層 所以其實 我們要透過滲透壓 一層一層這樣按下去 令到它能夠有更好的效果 OK 對了 剛剛說的第一個洗臉 是誰都可以洗的 裡面的成份基本上是食用級的 但是 我不是要你吃 你千萬不要吃 安基酸 即是蛋白粉 接著 抹茶 還有小麥草 全部都是food grade 那些人是用來焗的 其實 那就是洗臉 然後 第二個就是那個酵母水 即是俗稱的神仙水 清酒的酵母 還有紅茶菌的菌母 其實 兩種菌 那它做些什麼呢 你會不會塗了之後很潤呢 不會的 完全不潤 它臭不臭 是酵母味 是鹽 沒有加香料是這樣的 但是你皮膚會怎樣呢 就是有光澤 它令你皮膚有抵抗力 譬如你以前 很容易紅 很容易敏感 什麼風吹草動 就會有反應 它就是令你皮膚的紋理細緻 還有有光澤 皮膚健康 即是它的抵抗力來的 那第三個步驟就是 很簡單 你皮膚是不是水油很平衡 即是你會不會說 有些位置油一點 有些位置乾一點 還是不是的 我皮膚是很中性 如果你真的很中性 你水油平衡都很好的 那你就不用 你可以跳得不需要第三個步驟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混合性皮膚 我水油不是很平衡 有些位置很油 有些位置乾 那你就換上第三個步驟 第四個就是保濕 第四個其實是很interesting 一個產品來的 因為我的瓶是啡色的 所以其實你們看不到 你等我納一瓶子 你先等等 皮仔 你幫我拿那瓶子好嗎 是的 謝謝 就這瓶子了 你看到現在 連這部都出來了 你們那些要催我那些 我回答你們了 你們不要催 習近平登記 是國家的大事 我們有心之連帶 看到帝制復辟 你說有多大的榮陷 普天同慶 那全國的物流亭都很正常 因為好像聖誕那樣 大件事 所以剛剛才收到 Label又好樽 你什麼客人都可以在後面 你看到它是先人獎 先人獎裡面的 先人獎裡面的液 還有就是蠟谷 蠟谷就是某個 我不開名的牌子 賣一千多塊的 那種 不會丟臉的那種花 是兩種成份 其實因為我咖啡色妝 你看不到但不要緊 你回去 如果你有這隻東西 你可以試一下 我沒有騙你 你儘管試一下 我就是不怕你試 看不看你有沒有一個蓋子 我試一下 我添回去 不要緊 我倒下去 我拎開它 我給你看看它是怎麼回事 其實它是淺藍色的 這隻是淺藍色的 這裏其實看到 肥仔你會看到 你拿來照燈 這隻東西 你見不見到肥仔 你照燈 它是淺藍色 但你要看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找燈照 你其實看到它裡面 是有一粒粒的豬仔 很小粒的豬仔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是Liposomes 它就是什麼 為什麼它叫三重保濕呢 它不是有三隻透明就酸 這個任何人都做到 做得很簡單 這個 不是那麼簡單 肥仔你待會找燈照一照 你就見到 你在底部看 肥仔你看 你看上去 你看到嗎 看不看到 你看到這些粒粒嗎 看不看到 好似一粒水晶珠 是因為其實它是水 包油 油再包水 即是你看到裏面 那些無限那麼多的水珠 其實它上到你的臉 你推開的時候 它會再爆開 這些水珠是很多層 裡面是幾個圈的 令皮膚持續放濕 所以你說我要保濕的話 這一隻是一個物質 但你說我用了洗臉 男人 女人 年輕人都要洗臉 加強皮膚的抵抗力 這樣就酵母水 水油平衡就是第三隻油 這個就是高度保濕 但是會不會令我脫胎換骨呢 不會 因為真正要令你皮膚 起到關鍵性的變化 就是五六七 五是 Serum 第六是 Serum 第七是Cream 那你說我想省錢 我不想買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那你便step五和step七 即五和七 你便不要分日夜便可以了 你便只選日或者只選夜 譬如你這次用了日 你下次便用東西 因為我那些其實是沒有防曬的 防曬你要自己另外配的 我還沒做防曬出來 我還沒做Mask 其實我有一隻潔面水 我還沒空推出來 因為我拿手不成勢 很忙 你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很懷疑媽媽 因為媽媽最近不空陪你 但你要樂弟弟 因為我正在做節目 好嗎 嗯 好 那你便試試 譬如說我今次五 我買日 這樣 接著 你見不見到 這個有個月亮的 見不見到嗎 肥仔有沒有outfall 有個月亮 那它就是night 這隻 ok 那你見不見這個 step七 它是有個太陽的 ok 就是日常 這個 第六 你問我 真是人手必備 誰人都要 喂 喂 你不知道 我忘記了 是不是四百多元 只有那十五米很貴 我告訴你 你每次用兩滴 整塊面 你只用兩滴 夠了 不用多 這隻東西 我覺得是起死回生 是玫瑰的幹細胞 加絲態 這隻東西 是很香 這是真的玫瑰味 還有它是很滑的 你皮膚多乾 就算你現在不是整套用我的東西 不要緊的 你回去用自己的產品 都可以的 你加這個 step six it's gonna change your life ok it's gonna change your face 對 所以回答剛才 那個聽眾 施英TV 如果你21歲 要不就等下一個系列出 下一個系列是純保濕的 ok 又或者你可以 一洗臉 二酵母水 加一個 如果你乾的 加一個三 不乾的直接去四 加一個cream 你見不見到 他要這樣拖著媽媽 他真的很愛我的 為什麼你這麼愛媽媽 我知道他很壞 你幹嘛這樣拖著我 你是不是想多了他 不是 你看他 你看他 你不記得之前那一集 他不停地搭著我嗎 你沒那麼黏錢 你知道貓應該是很cool的 很高度 不是像你這樣 知道嗎 你知道嗎 在那裡暈 是的 我的貓應該在那裡暈 ok 就算我買15ml的瓶 是不是 是不是 他不是想刮我一把 你真的不抵得我的貓 這麼愛我 是不是 就算我買一個大一點的瓶 裝一半 當然我可以試的 但是他還是在發效的 ok 你一路不開 他會爆的 他會爆發 我希望不可以 所以我跟你說 你一收到 放下它 因為我怕過程裡面 嘔啊嘔啊嘔啊 這樣 就像你嘔汽水 ok 所以你放下它 for 15-30分鐘 然後你才開 然後你開了 就放雪櫃 不要關上蓋子 麻煩你們聽我說 ok 這個產品 我比你熟悉 你相信我 還有他有多生猛 我真的知道 所以你收到 你應該很開心 看到他很生猛 他在那裡彈來彈去 生生猛猛 這個是兒子來的 但是他是一個好兒子來的 做什麼 ok ok 好了 那我今天呢 這個節目會短一點 因為我已經散了 ok 女王青 你有空說女人月事 因為很多人都說 女人月事 可以裁定粉的販面 為什麼 我在網上又找不到資料 謝謝你 我不明白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問清楚一點 如果你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一開始生酮的時候 那個驚奇會遲 我說不像正常 因為你的身體很confused 他吃了一輩子 都是用糖作為你的燃料 突然之間你轉用脂肪 他會呆了 他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有 他是整個metabolic shift 就是說 他是整個新陳代謝的轉換 轉換模式 轉換跑道 他一向用開糖 你突然之間要轉用脂肪 那他就要重新生產過了 那些m signs 所以我跟你們說 你們買個keto kit 買個keto kit 因為keto kit裡面 是有了m signs 然後你說 蘋果醋我有啊 我不用啊 還什麼 嗯 好了 給你回答 是的 我給你回答 我給你回答 然後 你們說 我有蘋果醋 我不用啊 但其實呢 蘋果醋 你們買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是稀釋了 你知不知道是5% 但你知不知道 我給你們那個是沒有稀釋的 是100% 所以他可以直接下肥無事 但如果你是喝的話 你不可以太酸 因為經過一些牙 食道那些 雖然不可以太酸 但他是幫助你去分解 油脂 你看他 你看他 摘到 抱著還要抱著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媽媽最近太忙了 沒有空理她 她很慘 其實她的樣子我沒有聽 你可不可以閉嘴 她很吵 她很愛我 她很愛我 我的貓每隻都很愛我 不如拍攝鏡頭 看一看 全部都睡著 貓睡覺是正常的 但他們很愛我 是沒有眼傷 為什麼呢 我的產品是塗上眼的 我全部都塗上眼 但如果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沒有眼紋 so far 不如說那句 我給你們的東西 我自己在用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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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OK 那 YM說你很好搞笑 你說那個肥仔很搞笑 還是說這個小孩子很搞笑 這個是Rosemary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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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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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覺到我很累 是的 他感覺到很累 我覺得也是一個人很累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較早前 在我大病之前 我跟我的朋友說 我是不是應該不要做 consultation 因為我很殘 我說那些人會不會看到 我也是不生痛 生痛就是這樣 果然不出 一兩天 就大病了 然後 我就看到 在禁室 有人留言 嘩 女王姐姐 為什麼殘了這麼多 然後 大哥 你嘗試化消化了幾天 你看看你會不會殘 我們有沒有開美眼相機 其實你應該開美眼相機 你知道大陸那些網紅 用美眼video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 那個美眼video 沒有了之後 有人找到你的咪 突然之間 他變了另一個人 嚇到聽眾 我們很寫實的 OK Line 發 唱 我希望你明白 我不可能單憑你一句問題 答你 適合不適合 如果我這樣答你 我是很不負責用的 我要知道 你真的身體情況是怎樣 我才可以答到 你們適不適合 99%是適合 有很少量的人 是不適合 其實不是真的不適合 只不過是 我沒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 去guide you through 就是去幫你 去指導你去做生同飲食 但如果我是Dr. Jason Fone 我當然沒有問題 但還是那句 我不是醫生 我不是醫生 我不可以開藥給你 我只能夠在飲食上面 或者在飲食上面 去告訴你 是有些什麼 適合你又不適合你 你不應該人吃我吃 人人吃鈣尾 你又吃鈣尾 人人吃魚油丸 你又吃魚油丸 人人吃維他命C 吃維他命C 最不應該吃的是這些 我答你最不應該吃這些 你要鈣尾的話 你就在骨湯裡面吸收 你要維他命C 凍檸茶已經可以了 其實你要奧米加3 吃魚 這些錢你根本不應該浪費 你真的吃的 supplement 是應該要吃 真的針對你的情況的 supplement 我的貓是很變態 是很療癒 我如果沒有貓 我應該瘋了 其實 我的貓是我的救命草 他們是 they are what's keeping me sane 否則我應該癡一下 Anyway 好 生同飲食可不可以令甲礦好 甲礦呢 我自己試過有 你的醫生不會跟你說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背後真正影響到他的 是你的腎上腺 腎上腺 和你的下憂腦 腦下垂體 甲礦腺 其實是三樣東西 之前說過 叫做HPA axis hypothalamus pituitary HPA adrenal axis 所以三樣東西 是連維一線 所以 你問我 我真心跟你說 你找到我做 consultation 我基本上 我要你做三樣東西 而如果你真的做到這三樣東西 你會是你人生裡面 最健康 最好狀態 包括是最fit 最精神 皮膚最好的狀態 就是你最top shape 舉例 你說我快要結婚 OK 我會要你做三樣東西 當然你問我 是不是最好多過三樣 當然 但是三樣是個底來的 就是什麼 就是生同飲食 咖啡灌腸 紅茶菌 你做這三樣東西 為什麼不是生同飲食 運動 和咖啡灌腸 因為如果你真的做生同 是生同做得對的話 運動固然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生同 You can get away without運動 因為你身體在 burn fat 你身體已經在用脂肪 作為它的能源的時候 你不需要跑半個小時 九個字去 burn fat 你明白嗎 OK 而當你身體 fat 少了的時候 你儲存的毒素自然就少了 如果你有做咖啡灌腸 你的肝自然是不會積聚 那麼多的毒 排不出來 講開咖啡灌腸 我要講的就是 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我媽媽 或者有些朋友都說 我做了咖啡灌腸之後 我沒有去大便 以為是咖啡灌腸 令到你依賴了不需要大便 我說不是 You can't be more wrong 因為有一次我告訴你 其實大腸有四折的 駁著小腸 一個轉彎上到來 第二個彎 打橫這裡第三個 再下第四個 然後就下去 OK 就通江門出來 你平時去大便 其實是在你第四折的尾尾 最接近江門那一段仔 我不是帶你 但是你儘管試一下 夏天三十六七度 即是最熱的那幾天 OK 家裡的廁所 沖了水 放了所有的水 關掉水口 即是它不再有水來 你去大便 然後關掉塔蓋 那個馬桶蓋 在裡面吐它四天 這就是你的腸裡面 現在發生什麼事 OK 為什麼我不是叫你現在 我要叫你三十六七度 因為你的身體的體溫就是三十六七度 三十七點多 對了 你要感受一下 如果你的大便 這樣在你的腸裡面吐了幾天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打開 你看多噁心 多骯髒 OK 這樣你就明白 其實你現在的腸是這樣的 買了咖啡罐腸 捅回去的人 我不是有五天的那個大洋味 你發覺你瘋了 也有 是啊 還有你發覺 為什麼瘋了這麼多 所以我不是叫你們 淋睡吃五粒之餘 睡醒就瘋了 然後晚上回到家 再用鹽水 即是海鹽 即是岩鹽水 再試一下灌一次 你就是想盡量清乾淨 那你才能做到咖啡罐腸 一般人為什麼一開始 維持不到 可能一百二百CC 應該覺得很辛苦 因為你太多東西塞住 那些水不能上去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盡量通了它 你才可以上上上上上 通了 你才可以維持到 你不通 它不能上去上面 我們在說第二節的位置 它怎樣碰到肝 怎樣碰到你的膽 所以你是需要去令到它痛 令到它乾淨 那為什麼你做了灌腸之後 包括宋美玲 活到106歲 against all 因為你要知道他父親宋家樹 他的姐姐都是癌症死的 那他自己都試過癌症兩次 但是他活到106歲 他自己是將這件事歸功於他的灌腸 他不是咖啡灌 他是清水灌 但是你可以看回他的傳記 他的管家寫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那本書 是說長夫人是用灌腸代替大便的 他不去大便的 他只是做灌腸的 為什麼 因為你做灌腸 你是花了這麼多節 你是一至四節全部通了 所以你將來就沒有東西歸 你不是沒有得歸 你是沒有東西歸 那你可能你說 我那天吃了些東西 那它掉下去 它都在第一節那裡 那它還沒走到近江門 你就自然歸不了它出來 但是你又會覺得 我有點感覺我想歸 但是你又歸不了 因為這條腸太乾淨了 所有你那天吃了一點點的東西 只不過還在第一節 接著小腸的那個位置 你明白嗎 所以你問我 你當然是灌腸好過等它大便 因為你灌腸 你是四節全部通了 散到立立靈 你最後那次歸出來 是沒有什麼歸的了 如果你是有做開的話 還有每個做了咖啡冠腸的人 都告訴我 它皮膚是白了 斑是淺色了 我都講過了 你做骨光金態 不是 你打美白針 都是打骨光金態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不做咖啡冠腸 做咖啡冠腸 就是令你的身體 有大量的骨光金態 是平時的六七百個percent 是不是 阿肥仔 你打個website給大家 3W HKKeto.com OK Louisa Yen 你還沒用到第六個step 就是這一支 我知道我還沒給你 Sorry 我交給你 我欠你 你用了這一支 你真的會不乾的 你是會好潤的 這一支真是 就是life changing 是第六個 其實 還有你要整個皮膚的狀態 緊緣度 問你 各方面真的有 significant 的改變 是令到你朋友見到 你都問你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是要用五六七 OK 這三個是很重要的 入500秒可以休息25分鐘 你不用休息25 不用太久 太久反而不好 好 你反而500秒 你保持15 再做500秒 再保持15 你講咖啡 這樣其實更好 你做一支 一千 因為你double了那個效果 OK 是的 HKKeto.com OK 是的 如果大家是對的 如果你想 預約我consultation 右上角 預約online 那裡可以選擇 如果你是普通 例如你想減肥 或者你太瘦 想肥 或者你是胃酸倒流 你是甲狀腺問題 睡不到睡覺 還有什麼 痛風 長期頭痛 如是等等 這些你是預約第一個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cancer patient OK 而我要求是什麼 是cancer patient 本人必須再搶 如果cancer patient 他自己本人 不出來的話 你不要預約 我會 我不會接的 我老實講 是的 痛風可以的 你約我 OK 痛風其實我告訴你 就是 OK 容易搞 You'll be surprised 其實OK 容易搞 包括胃酸倒流 都是 人們胃酸倒流了很多年 一見完 談完 他回去做 一兩個星期 就已經不再有胃酸倒流 其實我不會告訴你 我一定有個解決方法 但是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試了之後 可能你覺得 It really works 因為 我不是去medicate 你明白嗎 我是去educate 我是教你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會痛風 痛風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and then 在這個 就是 叫做 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就是叫做 中文叫什麼 功能醫學 功能醫學 以及功能營養學的角度 是怎麼看的 其實你多個角度參考 我是不是包生仔 我當然不是包生仔 我不是一定有能力令到你 什麼病痛都沒有了 我沒有的 只不過我給你多個角度 給你參考 同診的話 咖啡灌腸幫你痊癒 你也可以喝紅茶菌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個案 跟我說 咖啡灌腸 還沒有做咖啡灌腸 其實 只是喝紅茶菌而好 因為我有一集說過 其實我沒有仔細再說下去 但其實 你的腸裡面的益生菌 is crucial to 你的healthy living 中醫一樣東西是說得很對的 就是先天之本 再腎 後天之緣 在各腸 脾胃 是很對的 所以 的確你真的需要 顧好兩件事 先天之本 所謂的腎 其實是腎上先 而後天之緣 就是脾胃 即是腸 GI track 你搞定這兩件事 當然 說了 配合生同飲食 你是會 be in the best shape of your life 人生中最健康 has yet to happen 你試你就明白了 生同飲食 咖啡灌腸 紅茶菌 如果可以的話 做運動 This is what I do 你問我 我知不知道要吃什麼 我知道要吃什麼 我知不知道要做咖啡灌腸 要知道怎麼做 我當然知道 骨湯就馬上熬 好好的食譜 但你知不知道我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我現在變成一個瘡 OK 我走不到進廚房 我現在的一天 一餐 怎麼了 是在街上解決 肥仔你幫我聽 我不知道誰 什麼人會12點多 打給我 先 OK OK Hello 不知道誰 Sorry 等一下 我正在做節目 喂 你是哪位 Jane 哦 Jane OK Whatsapp 好嗎 我做不到 哦 OK 你找一個有Wi-Fi的地方 你Whatsapp我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加了我的號碼 你加了我的號碼 你就可以去Whatsapp 發訊息給我 那應該是加852 是的 如果你是香港電話 你不用加852 香港電話 不會那麼強 所以你不能打 OK 那你外國電話 你加852 好嗎 或者我們去Facebook 好嗎 Sorry OK OK Sorry 不好意思 一個海外的聽眾 跟著來了香港 跟著我們約了做consultation 我要聯絡他 他要找我 OK Type 1 Diabetes 有做生酮飲食的 有的 但是我不敢做 因為太危險 我知道太危險 不是生酮飲食危險 生酮飲食 我告訴你 根本是人類應該的吃東西方法 我都說了 人類存在了25萬年 而有23萬8千年是生酮的 你跟我說這件事不安全 不安全我們滅亡了 人類已經不在了 你不會坐在那裡 聽到我說話 是不是 當然就是最安全 農家都是萬二年的 萬性病就是這萬二年出現的事 OK 我們人為什麼沒有 必須碳水化合物 而必須氨基酸 必須脂肪酸 因為我們人體構造 就是要吃肉 還有吃脂肪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不可以素食生酮 其實可以 但是素食是有困難的 因為維他命B12 是不存在在非動物的來源 OK 做生酮 做咖啡灌腸 喝紅茶菌 OK 這三件事 我真是希望你們個個都做到 如果我爸爸還在生的話 他會聽我說 其實我一二再再二三這樣說 其實我對你們現在做的事 是真的做那些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 其實真的是那件事 就是我將我對我爸爸的懷念 還有我覺得 我沒有照顧到我爸爸的事情 現在 現在 將它普及化 希望你們作為別人的父母 或者別人的子女 能夠 將這件事 去 代我 完成 因為我爸爸在世的時候 我還沒讀 我不懂 我不懂 原來我爸爸的胃酸導流 我那時候沒有能力幫他解決 我現在當然有 我不知道我爸爸為什麼會周生魚 原來因為他不夠益生菌 所以產生不足夠的維他命K 所以沒辦法迎血 所以周生魚 很多時候我不知道 我現在知道 我希望你們代我完成 去為你們的父母盡效 去做一個好的子女 這是我的遺憾 所以你們自己不要 走去好像我所說 不要不斷地找人說 和人爭論 心疼好 吃足分娩飯 不要做這些事情 你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你自己瘦了 皮膚漂亮了 精神了 病痛沒有了 譬如你一向要吃高血壓藥的 鋼血壓藥 你要吃膽固醇藥的 然後你這些全部不用吃了 好完了 然後你皮膚又好了 很簡單 你只要自己以身作質 你變了 你身邊的人自然就會好奇 你明白嗎 譬如 我坦白 這是一個真事 我和我兩個朋友 說了名字也不怕 一個就是剛才留言的Louisa 一個就是Bonnie 我帶他們去整骨 一個很好的醫生去整骨 我進去 然後我對著那個姑娘 然後我又對著那個醫生 他們兩個看著我 給不到反應 直到我出聲說話 他們說 是你來的 他們說真的認不到你 兩個都這樣跟我說 他們認不到我 為什麼他們認不到我呢 他說你瘦了很多 我認不到你 但是呢 他們兩個是 我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我真的有一段時間 可能我有成年沒有去 因為我的頸子生痛之後 我沒有怎麼痛 所以 沒有怎麼弄 但是這次我帶了兩個朋友上去 他們兩個認不到我 說我瘦了很多 然後 然後我試過 因為我沒有多久離開同樂灣 但是我試過一次去IFC上面 因為我有個台灣朋友來香港 跟他去喝東西 那天有打扮的 那天 就遇到兩個 是我21歲的時候的朋友 兩個男生 兩個都變了肥佬 結婚的樣子 然後兩個說 喂 你們好厲害 你們可以保持我 怎麼沒有變 21歲 距離現在說17年 大佬 但是他說我 就是 沒有怎麼變 其實是一個謊話 我之前是看到一隻豬 我有一張照片 我29歲 我找一天 我看不開 我就會Post上來給你看 我為什麼29歲的時候 看來像40幾歲 但是現在反而 是我朋友所說的 喂 你要保持我 還有 令到醫生和護士說 喂 認不到你 這樣 不去到我開聲說話都認不到 我媽媽很明顯偷看我節目 接著就 發訊息給我 她說你不要再瘦了 那些再瘦你會很潮水 這樣 我不想再瘦了 其實 我沒有做運動的 你知道嗎 我現在沒有做 一些高度的運動 其實 因為它裡面有 有半個小時的 你是會再瘦 因為那半個小時的 其實是幫你燃肥 其實我不用你幫我燃肥 但是我現在真的瘦到 我肩膀剩下骨 然後 當時沒有肚腩 不用問 我現在就是 我只是想練肌肉 我和一個朋友 然後 大家鬥手臂 我贏不到她 因為她真的健康 但是我就說 我的app 即是我的core 贏你 我大腿贏你 然後就約她一起去健身 想練肌肉線條 我想有肌肉線條 即是有很清晰的馬甲線 然後很漂亮的線條 我就想拍一輯比基尼照 當然不會發出來了 OK 是自己 自己保持著 開心算了 那 好像 我說我自己 我想你生童的人 你都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 你開頭的時候 你 進食的脂肪 是50% 因為你的身體 是需要 contribute to 50% of 你所需要的脂肪 OK 你記住生童是在說 你一天的 calorie intake 譬如說 我舉例是1,500 或者可能1,200多 你裏面 50%是靠外來的 exogenous 然後另外 50%是生在自己裏面的脂肪 但是半年之後 它已經變成75% 不用怕 靠外來 OK 然後25% 是靠 sorry 75%靠外來 25%靠身體裏面 因為你的身體裏面 脂肪已經消耗了七七八八 但是好像我這樣 一年 你就變成100%要靠外來的 exogenous 靠吃進來的脂肪 其實每天 你要吃的脂肪 你要吃很多 我反而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一天真的吃一餐 而我一天一餐 其實跟我正常朋友吃飯 一天一餐 其實是 你們飽我也飽的了 其實 我真的 吃不到很多 我唯有逼自己 可能 喝一杯很肥的防彈咖啡 奶茶 也不喝咖啡 然後 或者再吃多些芝士 你看到我現在上鏡 你覺得我不胖 我真人更瘦 那 是去到我現在開始覺得 死了 你不是每天拍牛油 這樣 我每天可能要 如果真的要計算 我可能要拍200克的脂肪 就是說 一條牛油有很多 是很頭癢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吃到這麼多 那我又一次 跟一個70歲的澳洲人 一個律師來的 聊天 講開生酮 講開飲食 講開人應該怎樣吃東西 他是同意的 他知道 人是不應該這樣 慢性中毒 不斷地吃澱粉進去 但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如果一個人從出生 到他中年 他都沒有吃過澱粉的話 他完全無法儲存脂肪 我說其實是 完全無法儲存 你吃多少用多少 就會這樣 還有你的身體 是會調節到 你根本是吃不到 你不想吃那麼多 是啊 如果你先生有肺癌 Lisa 你預約一個討論 OK 因為我坦白跟你說 癌症病人的生酮感吃 不同一般人的生酮感吃 糖尿病人 減肥 或者有尿酸的生酮感吃 都不同 每個人都不同 所以為什麼要做討論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是要因應個人去調節 我以前還沒有那麼忙的時候 我還可以幫你們 收拾這些製品 我現在真的收拾不到 你要我收拾製品給你 不是不行 你真的要給很長時間 可能說我等你一個月 等你一個半月 我才收拾給你 是啊 但是我很開心的就是 那些人是真的有feedback給我 是真的有反應的 譬如好像我今天見第二次那個patient 他下次答應了我會做嘉賓 他不見樣子我只會出聲 他之前看東西是有困難的 但是他轉了的飲食方式之後 他告訴我 他有一個星期日可以看到 不知道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聖經 他是基督徒來的 那我很替他開心 就是我希望大家 不要再萬聖中毒 不要再毒害自己 還有我一個很重要的 我今天要說這個point 就是我希望你們 大家 不要當自己是指責的 就是我這樣說的 我這樣說是很歹毒 是啊 但是你真的太多人 就是當自己是指責的 普京呢 OK 強人 當然是獨裁 但是他有一件事 我覺得我欣賞的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公開活動 是露天的 突然之間龐塌大雨 那當然他的下屬 就去擔傘 然後他說不用 他說 我又不是沙塘做的 你這一刻 我聽起來就覺得 這個真的是男人 OK 有一個朋友 我經常嘲笑他 我和他鬥肌肉 就是 下雨 我不用擔傘 他的人要擔傘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著頭塌 我真的覺得 大哥 你是不是沙塘做你指責的嗎 這樣 他們因為貪美 因為頭傘 但是 譬如我叫你們不要吃早餐 有原因的 你不吃晚飯 不給你不吃早餐 為什麼 為什麼叫breakfast 因為breakfast 因為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身體就在做生痛 所以不要跟我說生痛危險 如果生痛危險 人類不會有23萬8千年 而未滅亡 而進入龍耕時代 所以不要給我那個 OK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在生痛 你休息什麼 你睡覺的時候沒有 那你真的在抽脂肪來用 對不對 所以你睡醒就會有那種口氣 其實那就是 痛的味道 好了 那你睡醒 為什麼叫breakfast 就是你break fast 你不break fast 會怎樣呢 你延續了一些 你延續了你的生痛 所以為什麼睡覺睡得多 我們常常說笑 那些人睡覺的人年輕一點 是真的 因為他生痛 他就年輕一點 還有就是 你生痛 你不吃的情況下 你什麼東西會高 血糖會高 另外還有什麼東西會高 知道嗎 就是這個叫做human growth hormone HGH HGH會高 你那些荷爾蒙 會很漂亮 水平很好 會保存到你的lead muscle 不要以為鬥大隻才是lead muscle 你的肌肉是hold住你的骨架 你不夠肌肉 你很容易弄傷 老人家如果跌傷 尤其傷到寬關節的話 往往很快就 有一個出名的 美國的一個 女婦號 叫做 Brooke Esther 她百多歲的 過身的時候 一路都很健康的 但是她就是跌傷寬關節 不久就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做瑜伽 很重點是在講那個hip flexor 講那個hip joint 因為 寬關節對人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瑜伽的理論裡面 就是我們有一個海底論 是你和這個地球能量的連結來的 也是你的人存在的根本來的 所以真的不可以弄傷 那你想一下 你整個盆骨是不是靠什麼 保持著 靠脂肪保持著 靠肌肉保持著 所以為什麼要做運動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做運動 我是為了增加肌肉 我不是為了減肥 所以我只是去舉鐵就可以了 說真的 我都沒什麼興趣 因為我之前去過那個地方 其實很好 我很喜歡 但是她有半個小時 要我做 cardio 其實我不可以再瘦 我不要再瘦 所以我覺得很崩潰 我現在除非我吃carbs 否則我儲存不了脂肪 那我就唯有要吃很多脂肪 去令我不要再有負數 就是不要再有負數出現 OK 好了 我要說回指責的事情 就是說 不要說我叫你不吃早餐 你就會說我會胃痛 我和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把你放在一個荒島裡 我一個禮拜回來接你 你絕對還在 你就會說不要 我在這裡很開心 我不想去玩 因為斷食 第二是最辛苦 因為有了數據 就是Grelin 那個基額賀爾蒙 升到最高 OK 但是這個飽的賀爾蒙 就是最低 因為他們兩個青黃不摺 但是到第三天開始已經沒有什麼 第四天又輕鬆一些 第五天你覺得沒事 就是永遠 我試過五天斷食 我可以告訴你 完全沒有 是第二天 你會覺得 很累 很辛苦 睡覺了 這樣就睡了 你明白嗎 但是你絕對不會說 哎呀我 skip了一個早餐 我就會餵病 我餵村洞 我餵他 不會 斷食 絕對是很好 除非 除非 你是太瘦 你是瘦到皮包骨的 你是有厭食症的 OK 這些人你不要斷食 但是一般性常體型的人 你絕對應該斷食 因為有很多好處 就算你是fit 就像我這樣 我現在叫做fit 甚至有人說我瘦 但是我是可以斷食 沒有問題 因為有很多好處 很多 中醫我想說 我是很buy的 其實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讀到中醫 我會去讀的 我之前讀過短的課程 所以我有一點概念 但我絕對不是厲害 但如果喜歡 不要喝凍飲食 凍飲食 凍飲食 我舉一些數據給你聽 日本人 你去到日本餐廳 你會發現 他就是一渣的 冰水放在你面前 日本人睡醒去喝冰水 日本人短不短命 你自己回答我 不短命 很長命 他們的飲食多了我們什麼呢 多了我們海產 多了我們海洋植物 所以我為什麼 經常都叫你們喝骨湯 骨湯我叫你們加什麼 加海藻 坤布 紫菜 加那些奶寶 因為我們的身體很需要礦物質 但我們 日本人和中國人最大的分別 就是海產 海洋植物的吸收 最大的分別在這裡 其實 他吃飯 你吃飯 分別在哪 就是海洋植物 最主要是這個 當然他們吃魚 就吃了多一點 好了 講到冰水 每個人都看到我 都看到我喝冰水 我還要加冰 每個人都說 你不要喝冰水 很傷身 冰水不是傷身的嗎 我從我做我現在的身份之前 有些朋友 有些長輩 說不要喝冰水 冰水傷身 我現在舉一些數據 就是 如果你喝一杯 8盎司的冰水 你的身體 需要將你的溫度 提升到227.28 對不起 我重新說一次 我說錯了 一杯8盎司的冰水 你的身體 要將它 這個227克的水 說錯了 227克的水 就是8盎司 將它由0度 升到37度 你身體需要做這件事 OK 就是它要將那個溫度 調節 這個身體要行溫 它要調節那個溫度 它會 burn 8.5個cal 一杯水 它要 burn 8.5個cal 代表就是說 如果你每天喝8杯 16盎司的冰水 你每天就 burn多136個cal 那就是一個星期956個cal 一個月是4000個cal 那你知不知道 一磅的脂肪是多少個cal 是3500個cal 就是你只要每天喝8杯冰水 或者冰檸茶 冰什麼都可以了 你每個月是burn多磅幾個脂肪 明白嗎 OK 還有 你喝冷的東西 你這個人冷 你這個人震 我現在都很變態 我專門做這件事 我想你們聽過 沖冷水涼 對身體好 是不是 由冬泳的人跟你說 由冬泳很好 冬天冷到震 但是跳下水 你和我都試過 可能讀中學的時候 PE課要你游泳 冬天 我喜歡穿泳衣跳下水 你只是脫了一件面衣 就穿泳衣 你已經想死了 但你發覺 你跳下水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開始暖 記不記得嗎 你們有撤身這個經驗 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的身體 的mitochondria 我講了很多次 這個概念 線粒體 就是你身體的發電廠 它需要加大功率 加大那個output 去維持你的溫度 因為它不可以被你 hypothermia 就是被你凍死 hypothermia 被你凍死 所以這個時候 它要加大很多的atp 就是很多的energy 令你維持暖 所以為什麼你下水之後 反而會暖 有些人跟你說 不是 因為水溫比外面高 當然不是 說真的 水溫再暖 都比不起你在陸地上 穿了這麼多衣服暖 為什麼你會覺得 在裡面暖出來 因為你的mitochondria 在做事 那你知不知道 cancer有另外一家的學說 就是我相信的那個學說 因為mitochondria是弱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 正常產生能量 它唯有靠糖發酵 OK 你知不知道癌細胞 需要正常細胞 多20倍的糖去發酵 正常細胞不需要這麼多葡萄糖 但是癌細胞需要20倍 正常細胞可以用脂肪 完全不用用糖 不行 為什麼我瘦到現在這個位置 見過真人覺得我還不瘦 為什麼我還要生酮呢 因為我家族歷史有cancer 我是幫我自己賣最好的保險 當然如果我去福島 核電廠裡面住 那我會生cancer 切爾諾貝爾也可能 有時候 或者大亞灣核爆 但是我不給糖 所以我會說生酮飲食不是減不減肥的問題 是長遠健康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會講 white fat和brown fat的concept brown fat是接近肌肉的一種脂肪 而white fat 就是一塊肥膏坐著肺 是沒有用的 除非你生酮就拿出來用的 否則它沒有用 它不會給你生酮飲食 但是brown fat是會的 brown fat是怎樣形成的呢 透過磨煉而成 透過你喝冰冷的東西 透過你被身體exposed to cold 就是被你身體冷 被你身體冷 被你身體冷 震 透過冷水量 透過去桑拿 浸完熱水 跳進去那個冰水池裡 是靠這些 可以將white fat轉成brown fat 我找一集詳細說 今天我講到這裡 OK 歡迎大家上去支持一下我 www.hkketo.com 有護膚品 like I said 買回去 塗了手臂內側 先試了 OK 沒事 先塗上面 如果帶的利是你真的有敏感的話 退回給我 我給你錢 如果你收到這個產品 有任何問題 拍照給我 爛蛋 我很樂意補回給你 或者你買了那條苦瓜不漂亮 比如它出了水或者什麼 我換回給你 在下一個order給你 我絕對很樂意 因為我做這些事情 你不要以為真的純粹為了錢 有很多事情你不會相信 為什麼我不可以包運費 我順便說 例如那些鈕 我一磅賣給你 我賺了5元 你叫我怎樣包運費 所以我包不了運費 我運費我會和運輸商量 你可不可以便宜給我 因為我們order如果夠多的話 它可以便宜一點 到時可以變成50元 你買多少我都收你50元 那你就不要買一樣東西 你就一次過儲買一堆去買 記住你贊助我讀書的紅茶菌 和瑞克菲儀 最多兩支 多了我會打給你 跟你說 喂 不行 我出不了那麼多給你 我只可以給你兩支 你下一個order我再補給你 記住收到之後不要馬上開 放下它在桌面上 安安靜靜靜靜 休息一休息 15、30分鐘 先向著牆壁 不要向著人打開 因為開了那個蓋子 就放進雪櫃 不要蓋蓋 OK 一個星期都喝光 早晚空肚飲 咖啡灌腸完之後 放50秒下去 少許暖水裡 灌上你的腸子裡 是最好的方法 OK 講到這裡 拜拜 喂 不要按我的電腦 喂 拜拜 拜拜 拜拜